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录制播出的古言穿越小说 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年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制作 天雪 第九百九十一集 好 湛青城轻点了点头 乔木真不是故意的 不小心瞄到了九王爷如此认真的模样 他这一回真的被自己呛到了 抱歉啊 他掏出方巾 捂着唇 转身过去倾壳 果然 九王爷就是好这一口 没办法 为了伺候好一个女子 战神王爷居然承诺要学着剥虾壳 凤九儿的命该有多好啊 也唯有他有任性的资本了 就连凤九儿也没想到九皇叔会这般回应 他抿了抿唇 心里有点甜 直接将乔木给忽略了 对上湛青城的目光 凤九儿道口的话有些说不出来 哎 来了 热水来了 小樱桃的声音刚传过来 行子舟端了一盆水走进厢房 来了 小樱桃含着笑 看着凤九儿和战青城 九王爷就是不同 为了九儿赴汤蹈火 凤九儿站起来 随手拉开一把椅子 行子舟将手中的盆放在凤九儿身旁的椅子上 店家不知发生何事 急急忙忙跟了过去 看着凤九儿给战青城清洗双手 他深吸了一口气 几步靠近 九王爷 这 怎么了 好端端的 九王爷来自己的店铺用膳 似乎发生了什么意外 店家紧张死了 没事 他就是剥虾壳的时候刺伤了手 刺 刺伤 店家这下更紧张了 小人立刻去备药 药杆 消消消 没事 有九儿在 不会有问题的 小樱桃看着店家摆了摆手 你去做事吧 有九儿在 没事的 不见九王爷有任何表示 店家看着凤九儿不敢说话 也不敢离开 凤九儿抱着战青城的双手 放在温热的手中 从袖口中掏出一只瓶子 往水中倒了一些药水 将瓶子放在一旁的桌子上 他拿起战士的丝巾 认真的给战青城洗刷受伤的指头 消消毒 没事 以后别再出现这种情况就好 他浅叹了一口气 再掏出一条方巾 塞在战青城的掌中 能 自己擦干净 丢下一句话 他抱着盆子站起来 店家 拿下去 一点小事无碍了 好好 店家急急忙忙过去 接过盆子 又何需要九儿小姐便吩咐一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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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在外头 无妨 你下去做事吧 有事 我们下去寻你 在店家身上收回视线的时候 他被一点红给吸引了目光 凤九儿定睛一看 才发现坐在自己左手边的木木 居然也刺伤了手指 木木在自己受伤的指头上挤了挤 若无其事地用方巾在上面一擦 也许是感受到 凤九儿在看着他 他抬眸看了一眼 凤九儿月眉轻簇了下 抬眸看着店家离开的身影 再来一盆热水 穆将军也受伤了 九王也受伤 穆将军也受伤 店家转身的时候 身体十分僵硬 准备一盆热水来便好了 无需担忧 是 店家汉手 急急忙忙地离开了厢房 坐下的凤九儿在木木手中取过方巾 抓上了他那根被刺伤的手指 几根 一根 故意的 嗯 凤九儿停下手中的动作 一顺不顺地看着眼前的男子 他只是随口问问 没想到他说是 木木 你故意刺伤自己的手指 小樱桃也皱着眉问道 不知何时开始 小樱桃已经收起了自己对木木的这一份轻慕 现在大家像朋友 像家人 没什么不好 木木一脸安然地对上凤九儿的目光 并没有理会小樱桃的话 为何 微愣了下 凤九儿沉声问道 不疼 木木在凤九儿手中收回自己的掌 端起自己碗中的虾仁 扣到凤九儿的碗里 吃吧 别做的嘛 本王很疼了 战青城放下擦手的方巾 扫了木木一眼 床 木木挑了挑眉 端着碗 拿起筷子进食 九儿吃吧 菜都凉了 这两兄弟的情况 怎么看 怎么不对劲 别说是乔木 行子粥和小樱桃也看不明白 却连凤九儿也看不懂 三人看着木木 又看看战青城 视线最后落在凤九儿身上 木木说装的意思是指九王爷不疼装疼 来让九儿心疼吗 九王爷不疼装疼 木木的话真的没毛病吗 凤九儿明显感觉到了 右手边的人气息冷冽了不少 他微愣了下 正想说什么的时候 听见外面传来了脚步声 九儿小姐 是水来了 店家不知道里面的情况 端着水急急忙忙地走了进来 看着气氛有点压抑 他来到了凤九儿跟前之后 便没有再说什么 凤九儿站起来接过水盆摆了摆手 下去吧 这儿没你的事了 是 九儿小姐 店家汗手 谁也不敢看 低着头离开了 凤九儿将盆放在一旁 再次拿出药瓶 往水里倒了一点药水 不管疼不疼 也要消毒 别浪费了我的药 木木回头看了一眼 放下筷子 将受伤的手泡到盆中 赶紧吃饱回去洗洗吧 黑眼圈都出来了 凤九儿汗手 再次落座 正想着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右边被冤枉的人 却不想 某男冰冷的气息似乎缓和了不少 凤九儿侧头的时候 一碗布好的饭菜递到了他跟前 他对上湛青城的目光 轻醋了醋眉 九皇叔 这是给我布的菜 嗯 湛青城汗手 吃饱了 再来伺候 凤九儿月眉轻挑了下 接过他给自己布的菜 还以为九皇叔这么心疼他 给他布菜 原来他是在在意 在意自己刚才伺候木木的事情 这两兄弟就不能好好地坐在一起吃顿饭吗 一人幼稚 一人小气 不过 看在自己都吃了他们剥的虾仁 他不打算计较了 凤九儿回头看了木木一眼 轻声道 好了 泡一泡就好了 我的药不错 肯定不会留疤的 不过 以后还是别干这种蠢事 我一会像你这样的蠢事 是